今天就特備節目,講一下我生病了共有兩個星期 休養就很長時間,但生病的時間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第一次是七天,第二次是四天 差不多十幾天,我真的數著 生病了什麼,沒有了什麼感覺 在英國是每天每天,自己都記得 講一下病的感受,如何處理 因為在英國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處理 藥也是自己去找來吃 這裡都一併講一下,大概是如何醫治自己 病都沒有人想,我現在都不知道是不是COVID 首先,復陽,如果第二次再發 很短時間,一個星期後就復發 我不知道現在已經康復了沒有 不過我現在有經驗去怎樣調理身體 萬一他有糟糕了 我知道大概會吃哪一種藥 首先,因為我生病的時候很古怪 一來,很多慾望都沒有了 底輪,盆骨的位置 或者尾隆骨的位置 開始浮力,沒什麼力 尖寒尖凍 即是發燒,簡單來說 但發燒其實是有一種感覺 頭髮開始慶 有時慶,有時不慶 然後你做什麼都沒有心機 第一輪病是這樣的 病的一開始是這樣的 你發燒,發燒是怎樣做 我吃這隻,黑痛 我曾經說過,在香港也可以吃這隻 來到這隻也是很就效的 這裏就寫可以牙痛,發燒,喉嚨痛,肌肉痛 肌肉痛都可以,很多痛症都可以 但問題是自表不自本 他只是幫你頂 幫你過度 然後你吃完大概一個小時後 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 你就不會太好笑 很精神 但是,開心半天 因為沒事,又來又發覺 如果要上班的話 我想長期自己量度時間 你論上可以過度上班 即是又可以上班又可以生病 你論上是可以的 我經驗告訴我 那你病了 當然,雙風咳的病徵都整齊了 流鼻水咳 不知中哪一份的 喉嚨痛等等 在英國,他有自己的雙風藥 他們是一體 他有兩隻 我吃這隻 叫做B-Cham B-E-E-C-H-A-M-S 他都整齊了 他就是 有Pavacetimal 接著有Chastic Clotch 可以醫治那些 喉嚨痛 鼻塞 痛 肌肉痛 頭痛 發燒 發懶那些 八搭的藥 他們不會說 這隻有幸福雙風素 又吃什麼好 這隻有吃什麼好 他一次過 就吃 拍這個 聖人就拍兩顆 但因為他吃這隻 也有點累 散散散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天吃兩次 一天吃兩次 他也是建議四個小時 吃一次 但我自己覺得 一天兩次也足夠 如果真的嚴重的話 始終這些藥 我自己覺得 我病了 吃得越少越好 因為那一陣子 那七天 一路不斷咳 不只找不到原因 所以吃到藥也咳 其實就是因為我很多 那些 之前的藥重料 胡椒 辣椒 那些東西 停留在喉嚨那裡 我感覺到 喉嚨很辣 很想 很野痰 很咳 又不知如何清理 清理不到 你擦 也擦不到 好 接著就 要拿這支 這支 受口水 很簡單 一磅兩磅 二十元 一口已經很舒服 日夜這樣浪 你更加是 會 感冒會快點清 我自己覺得 突傷風感冒 其實可能是 因為可能是基於我的扁圖線 有問題 可能是 特別個人 有問題 我會先看看 扁圖線 所以這支藥對我 是很有幫助 我吃完這兩支藥 有一陣子我喪食 喪食這些藥 總之四個小時 吃一次 但有問題 就是這樣吃到自己都很累 又 口乾 又 等等 所以不太好 所以我都會限制 我現在限制吃 譬如 一天吃一次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選一隻藥來吃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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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兩粒 不要吃得多 控制份量 因為多真的不好 現在是善後工作 善後工作 因為我現在也有些譚 這個反而挺好的 譚美清 我推介過 在香港 我不知道英國如何買回來 但這是英國的食物 我待會後來可以在這裡買回來 很簡單 12公斤 吃一粒 兩粒 很好 我之前吃了一粒 譚美清了很多 其實它的淡 它會化成水 淡一樣是這麼多 它會化成水 你不覺得 然後就覺得 好像吞口水 就不是吞淡 這粒非常好 我有淡 我也會補多粒 不要吃得多 它是12個小時 但有時候可能24 兩天 足夠你兩天 都可以 我在香港 有很多淡 吃這粒 就會清掉 真的會清掉底 患病的過程 當然大家都不想 沒有人想 我自己覺得內心的感覺很特別 不斷掠奪你的感覺 然後你慢慢康復 又拿回感覺 突然間又沒有了那些感覺 又有了那些感覺 直至你有了那些感覺 食慾 熱情 很多熱情 例如做事 做家務 動力 起床也沒有力 有一陣子病 但是它又不是很長 一日兩日 那個時間 很有趣 如果是COVID的話 也挺搞笑的 總之就是每個病徵 一日至兩日 就停了 接著就是List 譬如搞完你的底鱗 即你的尾胸骨 令你有力氣 沒有什麼動力 接著搞一下你的胃 停了你的胃 你不想吃東西 接著有時候可能搞一下喉嚨 喉嚨痛 咳嚨痛 接著搞一下你的鼻 輪著搞的 有時候可能會反轉 很有趣 如果是COVID的話 就是一種這樣的感覺 分享給大家聽 大概那個心路歷程 但是在患病的過程 今次患病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很多啟發 有時候不是完全沒有得著 小病有時候都可以令到你想很多事情 因為你只是靜憂 因為當時我沒有什麼慾望 然後什麼都不想做 片都出不了 看見我 瘦了 馬上變成英俊了 那 又不想出片 什麼都沒有 很有趣 這樣就進入了一個 好像無我境界 好像人家要透過什麼冥想打座才能進入 我都很生病 我生病到一種這樣的形態 就無可境界 什麼都不想要 什麼都不想要 是這樣的 又沒有說開心還是不開心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很純粹的一個意識 然後就發現 其實原來我們很多慾望都是來自我們的內臟 這個節目我經常看 我們所有的情感 情緒 感覺都是來自我們的內臟 如果我們的內臟健康的話 我們七情六慾都會齊齊 簡單來說 你現在是否開心 你現在是否傷心 你現在是否生氣 你現在是否生氣 你現在是否抑鬱 你現在是否肚餓 你現在是否肚餓 你現在是否看鹹片的意欲 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內臟給你的一種慾望 人家本身是沒有慾望 人家是沒有的 但是有了這些身體之後就會有 它會黏住你這個意識 我會覺得是這樣 都會感受到這種感受 都蠻有趣的 我這次病是這種感覺 每次病都有不同的看法 接著就是性情大變 我病了連續靈 因為靈了兩次 如何是性情大變呢 就是很有趣的 現在會是 我以前是睡覺這樣計算 現在我已經倒轉了 晚上才很精神 現在很冷靜 日早就睡覺 不行 受不了睡覺 應該是晚上起床的人 第一個改變就是 病了真的令到我有些改變 人是很渺小 一種不知甚麼的病毒 可以令到你典床典隻 在床上過 病的時候在床上過 它沒有甚麼的 它又不會弄死你 但是 你是很精神的 你很精神的 然後你打算休息睡 不睡而已 那就看片 看片 但是病著看 但沒甚麼慾望 沒甚麼慾望 你看片也沒甚麼味道 令到我覺得病的人很渺小 你不要覺得自己 再偉大的人 小熊為你夠大 都可能會因為一顆細菌而死 而病 小側病 但也有死 人很渺小 人很渺小 會更加覺得 我現在是處於一個 我要怎樣去和我的潛意識 和我的內臟去好好相處 最重要是 例如我現在作息也是 想睡就睡 不睡就不睡 因為我以前上班不是這樣 上班 說不行 要起床 扯自己起床 硬硬起床 但其實還沒睡夠 回到公司 黑暗睡 又做了一些不想做的事 等等 違背了自己的潛意識行為 結果自己就很辛苦 很辛苦 可能是積累 積病 我病的時候是沒有夢 有夢也好 很琐碎 很零碎 記不住夢 這也是一個分別 可以告訴大家 健康的準則 有夢是好事 我病口的性情都被變了 以前喜歡吃辣的 現在不敢 吃少一點 但烤食我都會照吃 英國不吃烤食 很難 怎樣過呢 大佬的日子 都會吃少一點 每次病都令我改變少少 之前我也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夜睡影響 有可能 其實不是夜睡 可能是外面自己玩 出去玩 聚會 又會惹了病毒 也不會出席 這個我也不肯定 因為可能是二次感染 另外 吃的東西也會變 品味也會變 也會更加享受 有得睡的時間 例如有時候 累的人不是很累 睡覺 有什麼奶床 有得他賴床 賴一會兒 有時候賴一兩個小時 賴一下賴一下 又不是睡 又是睡 這樣的狀態 睡到的 就睡 喪睡 睡兩天 三天 有得他睡 始終你睡兩天 這樣算 其實不害怕 其實理論上 因為之後 那兩天你會很精神 等價交換 他馬上給你 只不過作息不同了 前後不同了 但我們大都會 都市的人 就會很重視 自己的作息時間 要好規律 即是那個時間要起床 那個時間要睡覺了 要上班了 等等 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這樣 但如果你發覺 我純粹一個建議 發覺你最近不太健康 上班 試一下 應睡得睡 不睡就不睡 有得睡的時候就盡睡 睡多一點 有夢法的盡法 夢都是一個很好的 令到自己有精神的調製 最後就講一下健康的準則 我發現的 如果你說我病了這麼久 掌心 如果你摸下去 發熱就恭喜你了 都是健康的 起碼你的恨溫系統 不會發燒 我病的時候 我試過掌心很冷 如果你的胃是想吃東西 是好事 即是你的胃還在動 如果你看鹹片是有反應的 恭喜你了 你的底輪也是健康的 最重要是你的底輪健康 底輪健康 然後上面的東西才會健康 會通上來的 接著就淡 看看有沒有口水 淡當然不是那麼健康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好 但是如果你說說話 也有影響 如果你說話 是內心 很多想法 慾望 都是一種健康的象徵 因為代表你很多內臟 已經著了燈 即是形同 好像家庭的家電 如果你病了 就壞了 不著了 不著燈 著燈 就有很多慾望 很多想法 其實都是 有時候很多想法都不是壞事 即是穿著了 即是你的身體 很多東西都穿著了 有時候我們透過說話都可以知道 可能同一個人說話 你感覺到他有些事情 跟平時不同了 平時會開心些 有些口頭事 又會唱歌 又會說粗口 人是多變的 有很多性情 有很多性情 如果你發現他在說話之中 都正正常常的 有很多變化 那都是好事 如果你發覺 為何他說話 跟平時有些不同 或者自己 檢測自己 突然之間不想唱歌 又不想說粗口 那就是病病的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檢測 那 微心論的位置就是做夢 有夢一定是好事 我自己覺得 因為夢的構成本身是很複雜的 好像電腦特技一樣 你畫一張CG畫出來 本身要用很多CPU畫 要有很多能量 才可以畫到畫面出來 你畫幅畫都難 但是你做夢 你是看到很多的形象 不同的形象 其實是需要能量的 那裏有能量 甚至是那裏能夠去到 暗物質暗物量的世界裸能量 有時夢我也是裸能量 所以有時夢是會令你靈感大發 或者是發完夢之後 能夠解決到問題 那一個健康的啟示 我自己覺得純粹是 因為19年之後 COVID還在這裏 本人不知道是否 是否還在這裏 都搞了一段時間 所以都趁聖誕 珍惜現在每一刻 我自己覺得 活在當下 老套些說句也是這樣 活在當下的意義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就是有得開心 盡量開心 沒得開心 那時候 也不是壞事 降低少少慾望 也不是壞事 也祝大家 聖誕快樂 身體健康 多謝收看 拜拜